海軍盤石劍從帛琉返台後爆發24人群聚感染新冠肺炎 而更可怕的是現在發病的恐怕已經是第二波患者 就是根據目前的這個整個個案的發病的時間來做研判 那本次群聚的事件已經進入了次波感染 因為盤石劍已經在海上隔離30天 但確診病例卻在下船前幾日才發病 感染源怎麼調查 還沒查到感染源15日盤石劍船員已經下船 到18日3名官兵確診 短短4天 軍艦上744名官兵的足跡已遍布全台 這些染疫官兵恐怕讓社區傳播出現破口 尤其24人當中有高達18人是無症狀感染者 就是有些人他可能是第一波被感染或第二波被感染 他的病毒已經清掉了 然後不是他已經傳過了 他是也好掉了 所以你真的去驗他驗不到抗體 今天驗不到病毒 可是驗抗體他可能是陽性 我們其實偵測到其中冰山的一角而已 如果可能的話 應該是整個艦裡面的人可以做一個抗體的檢查 而且這盤石劍裡面都是年輕人 本身沒有症狀 他傳播給別人 被人就可能很有症狀 如今各地方政府陸續公布24名染疫官兵足跡 也已經對15日至18日 這些人停留超過15分鐘以上的空曠場所 發送細胞簡訊 要民眾提高警覺 積極補破網